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她刚刚就是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但是呢就是说对方突如其来的舍吻让她有点疑惑 为什么说男生都那么的喜欢亲亲呢 相反也有女生跟我分享了 就是说她最近和男朋友在这个出吻时的一个喜悦 还问我说和男朋友结吻时腿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文字就是看起来是甜甜的 但我却品出了一股柠檬的一个味道 然后就是说被另一半亲到腿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在对方的脸慢慢靠过来前 自己的小心脏就已经开始像这个小路一般四处乱状了 呼吸呢也变得急促起来 体温也疯狂的飙升 就是整个脸蛋呢 就像是瓜棚里面刚摘的那个新鲜的番茄一样 等到对方柔软的这个唇瓣 亲到你这个脸颊的时候 你害羞的闭上了眼 闻到空气中 雪松和紫罗兰的这个味道一样 心里像是一坛幽静的湖面 然后泛起了涟漪 等到对方附上你的嘴唇时 身体呢已经不由的抖出一片片鸡皮疙瘩 紧接着是一道舒马的闪电 从后背直冲天灵干 就是整个头颅啊 像是爆出了一阵又一阵的这个烟花一样 再然后是一条温热的舌头闯了进来 把你就是最后最后残留的理智彻底搅乱 身体呢也像是被温暖阳光慢慢融化的雪糕一样 浑身柔软又像是不小心 喝多了就整个人面红耳赤 然后呢使不上力气 你像是进入一个绵长的梦境 仿佛啊要在对方的一个纹理就此长眠一样 夕阳羞红了脸慌忙的躲进山里 不管是在脸红心跳的初次表白 还是说在粉色泡泡满天飞的一个恋爱期 亦或是说在安稳甜蜜的一个婚后生活 那接吻呢就像是情到深处时自然而流露出的一种举动 但是人类为什么这么喜欢接吻 那为什么接吻时我们会双腿发软 那男生接吻时呢为什么又喜欢伸舌头呢 那这些问题你都知道答案吗 关于说人类如此热衷于接吻的原因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 但其中呢就是最被大众所接受的一个理论 就是说接吻能帮助我们 就是说闻到更多合适的伴侣 这是一个最接近的一个理论 那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啊 那当我们在接吻时 那面部的靠近方便 就是方便了费罗蒙的一个交流 与信息素的一个交换 要知道啊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呢 它都有一种气味 它是由皮肤表面细菌的一个代谢产物 混合而形成的 就像咱们的这个指纹一样 我们每个人的指纹的话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同的 那这种独特的生理气味 被生物学家称作是信息素 费罗蒙或者是这个外激素 俗称什么呀 体味 那大量的一个研究表明 那人体中呢 确实是存在让人们互相这样吸引的一个味道 它会直接引起大脑的一个反应 然后呢产生性冲动 但是这种从人体释放出来的一个气味 就是说我们自己呢 它一般是闻不到的 只有别人它才能感受得到 特别是异性之间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 当你面对你喜欢的人的时候呢 会从他身上闻到 就是说别人闻不到的一个这样的味道 从就是而且是说什么 从进化这个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讲 在建文时候呢 那男性的气味还能够给对方提供隐秘的 关于自己DNA的一个线索 一般认为 当男性和女性携带不同种 可以帮助规避疾病的遗传物质时 那他们后代的身体将会更加的健康 而已有研究表明 对于说女性来说 那遗传物质与自己不同的男性的气味呢 是更有吸引力的 是更有吸引力的 这也就是说呢 虽然我们在这个建文时 可能就是并没有说想过 说自己的后代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呢 接吻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寻找到 更合适的另一半 嗯 这是有依据的 那当我们说接吻时 在掌控着我们所有情绪和行为的大脑中呢 也在发生着一系列 能让人就是感觉更加愉悦的一个变化 首先呢 接吻促进了一个快乐的源泉 嗯 那是什么呢 多巴胺 五金四胺 和这个内卡泰 这个的分泌 那其中多巴胺呢 能够调节性欲 而五金四胺呢 和这个内卡泰 能够促进这个爱情激素 粗产催产素的一个分泌 并降低咱们一个压力的一个激素 啊 皮脂醇的分泌 其次呢 催产素能让 呃 正在接吻中的两个人 对彼此产生亲密感 和一个 呃 这个连接感 而皮脂醇则能够缓解焦虑 所以说啊 那当人们在接吻时呢 我们的血管会慢慢慢慢的舒张 然后呼吸会加深 并产生一个脸红心跳的感觉 那这种感觉 不仅让人觉得 更加的愉悦 还容易怎么样 还容易很上头 那么 为什么说男生接吻时 呃 就是很多人会问啊 说男生接吻时 那为什么喜欢说伸舌头呢 那相比于女生 男生在接吻时 似乎 呃 总显得会更加的这个主动 就是更加的主动一些 啊 主动的发起亲吻 也更加喜欢存在一个 就是唾液交换的一个法式热纹 这是因为舌头是身体中 末梢神经最多的地方之一 那刺激这些末梢神经 所带来的这个具有冲击性的愉悦感 呃 会使人们就是更多的去进行这一行为 说的简单一点啊 就是用嘴唇和舌头比单纯 只用嘴唇触碰会更加敏感 更加呃 就是刺激会更加容易上瘾 啊 这就是简单的说法 而且呢有心理学家假设哈 就是心理学家假设 男生之所以更加喜欢诗录录的吻 是因为就是他们更有可能将亲吻时 交换唾液这一举动 认之为女生 呃 一个性唤起的一个标志 也就是说 相比于女生而言哈 男生更有可能认为 接吻之后 便是进一个层次了啊 这也就是说能解释 为什么说大部分男生 呃 他更倾向于波波 甚至会不自主的 不自觉的上下起手 那而女生呢 更愿意是一个 比如说像简单的抱抱啊 那为什么有的女生 就是接吻的时候会 呃 不自觉的腿软啊 不自觉腿软呢 大多数人在接吻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 诶 心跳加速 是不是啊 就是这是因为 咱们这个密密麻麻的 一个神经末梢 啊 让我们的嘴唇变得敏感 那透过亲吻刺激 嘴唇会引起一个温度 和压力的变化 进而呢 就是让大脑产生刺激 并出现兴奋感 啊 心跳呢 也随着这个加速起来 那男生的心跳 会在短时间内 骤然升高到每分钟 可能110到120次 女生呢 也会骤 就是骤身 至每分钟180次 如此一来呢 一次长时间的接吻 就相当于 呃 平时一次剧烈的运动了 所以 难免就是你会觉得 呃 膝盖发软 两腿发软 再加上 接吻时间如果太长 也会大脑缺氧 当大脑缺氧时呢 心脏就会把血液 全都往上拱 往上拱 这也导致下体供氧 就是暂时性不足 然后导致你会 两腿拴软 所以女生闻到 忘我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会出现什么呀 出现腿软 然后回 就是浑身有一个 瘫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尽管接吻能带来许多许多很美好的体验 但也不代表所有的接吻的这样的方式啊 都能被呃 大家所接受 比如接吻时不顾女生意愿啊 就伸舌头 还粗暴的往里怼 还有就是那种呃 胡子没有刮干净的啊 亲起来就像是什么呀 像跟这个呃 一个一柄这个刷子在接吻 一样 更别说那种不注意口腔卫生的 各种这个大蒜啊 烟酒啊 口臭啊 扑鼻而来 简直会让人窒息的啊 2007年9月 戈尔顿 格朗 公布了啊 他对1041名大学生的调查 其中呢 结果表明 接吻似乎有助于激发男性的一个欲望 而女性则在情感上呢 得到加深 格朗呢 还认为女性通过接吻 检验伴侣的 呃 这个恋爱程度 再说的简单一点啊 就是说 再说简单一点什么啊 就是女性更有可能通过这个亲吻 来给另一半打分 啊 就是说接吻时呢 对方的一个气味和味道 都是决定 他们是否继续这个吻 甚至说是否去继续 这段关系的一个关键 所以说呢 吻气太差 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 呃 你和你女朋友的关系哦 所以我们还要平时要多多联系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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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